2006年1月21日,退隱多年的呂琪再現 還記得呂琪? 演藝圈的不同年代都曾經出現過扮演呂琪的潮流 2006年1月,明州就在台北訪問退隱多年的呂琪 自87年執導完電影《命大桃花》 呂琪就和太太寧代移居台灣,從此絕跡演藝圈 吩咐家人接到呂琪的電話,就要說沒有這個人 甚至被路人認出,都要否認呂琪 他受訪時表示,在娛樂圈看到太多假事 大家找不到呂琪,他反而會開心 他不需要掌聲,能夠陪伴兩個兒子成長 是另一種福氣和享受 琪哥早在退休前三年,開始做好財務準備 買樓收租又買股票,所以不用為錢擔憂 他認為在娛樂圈走行時,人人爭著送錢上門 但做這一行永遠不會開心,一部戲成功不代表下一部戲成功 有壓力卻沒有家庭生活 琪哥堅決反對兒子入行,希望他們能過不一樣的人生 教導他們做任何事都要泥水佬開門 過得人,又過得自己 有時過得人,要更加鬆動,自己就算窄一點都無所謂 後面詞細節,請吃播 writer看 導演演習,請教導 請教導,請教導 reconstruction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